那时候耶稣往加宁勒亚海 即提比尼亚海的对岸去了 大批群众因为看到他在患病者身上索情的神迹 都跟随着他 耶稣上了山 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在那里 那时犹太人的庆节 祭于月节已临近了 耶稣举目看见大批群众来到他前 就对腓里伯说 你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 他说这话 是为试探菲尼伯 他自己原知道要做什么 菲尼伯回答说 就是两百块德纳的饼 也不够每人分一小块 有一个门徒 既西满伯多路的哥哥 安德雷说 这里有一个儿童 他有五个大饼和两条鱼 但是为这么多的人 这算得什么呢 耶稣说 你们叫众人坐下吧 在那地方有许多青草 于是人们便坐下 男人约有五千 耶稣就拉起饼 住歇后 分给坐下的人 对于鱼也照样做了 让众人任意吃 他们吃饱后 耶稣向门徒说 把剩下的碎块收集起来 免得糟蹋了 他们就把人吃后 所剩的五个大麦饼的碎块 收集起来 装满了十二蓝 众人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 就说 这人却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先知 耶稣看出他们要来强迫他 立他为王 就独自又退避到山里去了